你要喊啊 你要喊Pen跟Cobo啊 不要啦 這樣太尷尬了 I have a pen I have a Cobo Cobo pen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蕭洛特 我是魯魯 今天的影片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Cobo Libra Color的手寫試用功能 那大家都知道我買了這個閱讀器 那它這一次更新的功能就是有手寫 可是我呢 沒有買官方的手寫筆 然後有廠商呢 就很願意提供我手寫筆的試用 那我們今天拿到的是這款 瑞納色的觸控筆520C 我試用了兩星期之後 有一些小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它的外觀 就是非常時尚優雅的感覺 然後一打開 就是筆本人 然後原廠呢 有附了一個充電的線材 充電的線材是Type-C的充電口 裡面有附了品牌的保固卡 這是說明書 然後還有附了替換的筆心 因為大家知道觸控筆其實是一個耗損型的東西 然後它在原廠就已經有附了三個替換筆心給大家 喔那還蠻多的喔 沒錯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瑞納色的織織筆 以及Cobo Libra Color的手寫功能吧 好那我們首先來試用在書本裡面手寫的功能 那我們點開一本書 假設我們要這邊做筆記 然後我們在空白的地方書寫 你看是不是非常滑順 欸很順欸 非常順啊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它做得非常好的地方是 我們畫彩色的筆記它不會閃整個屏幕 它就閃那個筆 對就是非常舒服 然後它的顏色也很復古 像是報紙上的顏色 然後你要圈選書裡面的內容 也感覺非常舒服 很順很順超級順的 嗯 然後你的顏色選擇呢 有十種 那筆觸也有五種可以選擇 那我個人是最喜歡最粗的這個 換個顏色來看看嗎 換個藍色 好 將將將將 是不是很美麗 蠻酷的 對啊我覺得這個真的對於 強迫症如我 真的是很大的一個福音 因為我是一個不敢在指本書畫線的人 然後魯魯就是比較喜歡在書本畫線 那可是如果我用這台閱讀器以及觸控筆的話 我就可以在這本書隨意的畫上我的小心情這樣子 我就覺得很棒 非常的喜歡 我是不畫線我就沒辦法看書了 對啊你是線到哪你就看到哪 可是之前閱讀器不能畫線 都要講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對 啊現在可以畫線你有沒有覺得比較好 嗯 而且這種是畫線可以擦掉 對對對對對 然後他在閱讀器裡面的筆記 就是像這樣子 有點像是截圖的感覺 然後把它點開 他就會回到這一頁裡面 不過特別需要注意的是 因為閱讀器的功能就是可以放大縮小嘛 所以他在自行變化的時候 他會不見 對 他就會有點像是截圖的方式幫你保存 那他就會有一個小標示在這裡 你再點開你就可以再找回你的筆記 那如果你想要回覆他的設定 因為有時候你只是偶爾想要放大縮小 但是你最習慣的還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點開去恢復設定 他就會幫你找回你原本設定的大小 好 那我先把它擦掉 那擦掉呢就是很簡單 在這邊後面的這個鍵按下去就可以擦掉了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他的畫線功能 下面的這個地方長按的話就是畫線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非常迅速的幫你畫線做筆記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快速的做法 如果說我要用手指畫線的話要等個兩秒鐘他才會幫我畫線 然後會畫得亂七八糟 那如果是用觸控筆就可以非常精準的畫線 然後假設我跟觸控筆一樣就是完全不等的話 其實會觸發其他功能 你看我就會不小心用到他的其他功能 所以只用觸控筆畫線的好處就是非常快速 非常的精準這樣子 再來觸控筆呢也是可以在彩色的圖書裡面做畫技 像是這個封面嘛我就可以在這邊跟他一起畫 你可以幫他加個眉毛 幫他加一個生氣的眉毛 幫他加一個耳朵好了 是不是很可愛 就可以跟你的繪本做互動 好像小朋友的書一樣 對你就可以買這個給你的小朋友玩 這樣就會拓展一下他們的創作 然後他們也不會畫在實體書本上 對然後你可以擦掉就擦掉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這個功能真的是太棒了 你會用來畫嗎 會啊我覺得這個很有趣啊 不過呢因為他畢竟是圖文書 所以畫線的功能在這裡就不成立 你就不能在這邊畫線 它不像是文字嗎 對它辨識不到文字 因為它就是一張圖這樣子 但你可以這樣子做筆記 我覺得非常棒 嗯 這是兩個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歡的功能 好再來呢 這一次因為COBO推出了手寫功能 當然就是不可少的 他也開了筆記本的功能 那我們就來給大家展示一下筆記本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一次就來跟大家分享最基本款的 因為筆記本有基本筆記本 進階筆記本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展示一下 基本筆記本的功能 那我們隨便取一個名字 好一進來就是全白的頁面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設置 有五種的筆刷 還有五種的筆觸大小 和十種的顏色 那雖然說不能客製化顏色 但是對於基本做筆記的功能 已經相當足夠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原子筆書寫的感覺 它原子筆就是 每一個畫線的筆記 就是同樣一個粗細的感覺 好這筆觸比較粗 然後非常的滑順有沒有 完全沒有延遲 然後你要怎麼樣寫都可以 我覺得非常喜歡這支筆 然後再來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粗細的效果 西洋書法 對西洋書法你可以做 你看可以有粗細的感覺 你可以做一些特殊的字體的書寫 然後這個筆記本 我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喜歡的功能 它就是可以變換它下面的底紙 在這邊更換背景 它有內建提供了很多很多種範本 這好帥喔 這真的很棒 然後像我剛說的西洋書法 你可以點進去 然後把它關掉 它就自動幫你畫成西洋書法了 然後呢 你在這邊就可以寫一下你的那個 練習你的西洋書法 我真的不會 所以就是我隨便寫 我覺得非常棒 好我們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不同的頁面好了 不同的背景 選個不要那麼煩的背景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代辦事項這個 OK 這個應該是大家會非常喜歡的功能 它就是給你了一些橫條跟打勾勾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筑記說你要做什麼 to do list這樣子 那你寫寫看啊 換個顏色來玩 好換個顏色來玩一下 換個深一點的顏色 深一點的 不然就藍色好了 還是綠色 剛剛有展示過藍色 不然就綠色好了 好 那to do list要做什麼呢 幫你買PS5 好為什麼要那麼多字 買菜就好了 買菜 好 非常的滑順 非常的好 然後如果我做到的話就這樣打勾 這個就是你可以把它當成隨身的筆記本 而且它可以跟網路上連結 這樣你就在網上可以看到你的筆記本 非常的方便 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格式 然後除此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圈捲的功能 圈捲的功能就是你這樣圈起來之後 你可以轉換成文字 辨識不出入 你還可以調整大小 這樣子 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它就變成字了是嗎 對它就變成字了 就不是你的圖了是嗎 它就是一張圖啊 OK 對啊 然後你要單個畫起來 改變大小也是可以 這樣 OK 然後但是呢 它有一個小小的遺憾 就是它沒有辦法選擇字體 所以它的字就是這個樣子 喔 那就小小的 小小遺憾啦 但是不影響使用 然後所以呢 如果你對於你自己的手寫 沒有那麼有自信 覺得自己的手寫沒那麼好看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轉換成文字 那它是可以打字的嗎 還是它就是自己的手寫 不能它不能打字 所以它這個功能基本上就是 你需要一支筆 對它需要一支筆 然後這支筆真的超好用的 然後我來給大家看一下橡皮擦 COBO就這邊有設置一個橡皮擦 那不過你可以用這支筆的 後面按壓的功能擦掉 所以你就不用再點這個 OK 那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呢是 螢光筆 螢光筆這個顏色跟其他的顏色就不太一樣了 是這個漂亮的淡淡的色系 這滑起來好舒服 超級舒服的啊 這感覺可以用來畫畫的 是啊是啊很多神人在 閱讀機上畫畫 對啊然後螢光筆就只有 配置四個顏色但是我覺得也是 相當夠用的啦 那它如果不同顏色也可以做 疊加 是不是很美麗啊 是不是很美麗啊 就是主打一個就是 你可以感受到很多層的感覺 嗯 好那使用了兩個星期之後呢 我覺得非常的喜歡它的觸控筆 這家瑞娜色觸控筆 真的是非常的流暢 不會延遲 然後也會展現出筆觸的粗細度 它算是一個非常好的原廠平替這樣子 而且它是台灣公司 所以你在後續的維修保固上 完全就不用擔心 那找人負責的時候 你都找得到人 對感覺非常的安心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要記得去他們的銷售通路看看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喜歡 希望大家喜歡 掰掰 掰掰